German 吹咩 大家好 歡迎收看吹咩不專業影評 又是我Alan亮義和大家吹吓戲的時間 今天我去了Movie Movie Let's Talk About Sex 2024的開幕典禮 Movie Movie Let's Talk About Sex 2024 希望深入前出談情論性 接下來會有五套特別的電影和大家分享 今次Movie Movie 聯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 和香港大學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會在2024年6月21日至7月7日 合辦Movie Movie Let's Talk About Sex 2024的電影節 會搜羅幾套得獎作品 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我看了這部開幕電影 感愛感做 接下來會有感官世界 男生女相 我的兩年紀錄人生 和最後一套閉幕電影 我十二歲你介意嗎 如果大家都想看 可以去Movie Movie的官方網站 又或者在不同的百老會院線App 可以買到這部電影 今天就說回我剛剛看完的這一套 Movie Movie Let's Talk About Sex 2024的開幕電影 不如任愛感做 How To Have Sex 這部電影 其實是講述一個女生 Tiler 剛剛中學畢業 考完市 未放榜之前 和兩個朋友一起 偷偷地瞞著自己的老母 走到希臉瘋狂度假 幾個女生一起去瘋狂的派對 當然會提及到破處或性感的問題 當甚麼都未去 未發生的時候 充滿著很多奇幻 很多幻想 很興奮的感覺 但最後 他們代入了不同的角色 又或者遇到不同的問題之後 原來整個感覺是會完全不同的 在未看這部電影之前 Movie Movie的代表 Jocelyn也和大家分享了 整個電影節 是為甚麼會有 又或者是有甚麼 是想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留意 電影節的內容 是嘉賓還未來的 不過我開始講了 不如 因為我打算講完這十二年的感受 所以會很詳細 說笑而已 其實今年的活動是很特別的 因為今年的是Movie Movie的十二周年 十二年來 我們的慶祝是第一個Festival Sex的Festival 其實我們十二年前 真是誕生的時候 我們只是一條頻道 即是NOW TV的一條頻道 一條收費的電影頻道 但是這十年來 就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開始辦自己的電影節 辦不同的活動 跟著也有了兩間戲院 分別是大家坐在這間太古城City Plaza 和可能有一些人去錯了的太古廣場 Pacific Place 如果大家今天都坐在這裏 大家很聰明 所以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八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一套Gaspera Noe的戲 叫做《Love 3D》 我們就紋身了搞這個 《Let's Talk About Sex》的Festival 當時我們的合作單位 都是HKU的GEU通識部 當時是王子忠博士 很高興 今年我們有個契機 我們覺得差不多是時候去做《Let's Talk About Sex》 我們今天還找到香港大學 除了他們的通識 還找到他們的比較文學 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想從一個學術的角度 和大家一起談情論性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人、中國人 就不喜歡說 但不喜歡說 又不代表不喜歡做 其實我們就想大家在社會 就多一些《Awareless》 而且重點是 如果大家有拿到我們這個精美設計 由我們的長期夥伴Editor 阿卓的團隊設計 《Let's Talk About Sex》的Festival 你就會發覺我們今年有五套戲 三套新戲都是女導演的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興奮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除了女性導演電影節 很少會有這個比例的 另外兩套就是大島主和關錦鵬導演的 所以我也非常之興奮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女性導演關於Sex的戲 那種 未必一定是大家心裡想的那種 是很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 拿一個《LIVAless》 如果還未拿 那時間有限 因為我們完了 我們還有非常高興 請到黃博士 Alvin 跟我們做一個影后的分享 現在我們邀請我們的夥伴 就是香港大學 我講她正式的態度 才很厲害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 羅玉華博士 Biona 我給一些掌聲 結合香港大學生發展 及知識中心 導致風聲 資深策劃主任 廖寶儀女士BHS 我們給他們兩位掌聲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就一個戲院 搞一個關於Sex的電影節 我們看到一些人 就很容易誤會我們是淫麻地戲院 對嗎? 但是因為跟他們 香港大學的支持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有膽識一點的事情 兩位不如說兩句吧 多謝Joyson 還有很多謝各位 今天來我們 電影節的開放 其實Joyson 也說了一些說話 關於電影節的由來 其實也說了這一次 不是第一次搞一個電影節 關於性的 之前也是通識的同事 和MovieMovie搞 很開心 Joyson可以邀請了 比較文學 去一起玩這個電影節 玩一個三個 我們有三個 3DP 3DP 其實 希望大家都會欣賞這部電影 剛才也說過 這部電影是一個女性導演的作品 一會兒 王家英博士會獎一個影校談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她的攝影 因為導演本身也是一個攝影師 我覺得她的攝影很值得 在一個很大的銀幕裡去欣賞 大家都可以多多欣賞 掌聲大家可以欣賞 各位好 我們是來聽到大陸 Ceed this 的Dream Team of Beaches 首先很感謝大家 買來入場支持的一個 節奏 也要感謝Joyson 我們在第二次合作 她會想起我們 在這個節日的時候 想讓我們一起合作 其實 我知道Joyson的團隊 和Dr.Joyson 其實都用了很多心機 去淋氣 還有之後 他們都會 基本上 都會配合一些分享會 分享會 希望香港大學的參與 可以令到大家 由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面向去理解Sex 其實大家都知道Sex 是不僅是很單向的議題 其實可能和文化 和我們的生活習慣 和宗教學 都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希望大家除了買票來看 這個電影之後 都可以留步 一起去聽這個分享會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 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和嘉賓一起分享 我們就開放一些 一起談情論成音 多謝 多謝BHS 我最後想說少少 就是我們都很多謝我們公司 其實這些話題 很多都不敢說 我很多謝安樂影片 特別是TESA 一直到我們是很支持的 令到我們 我們紮根於BC MovieMovie 有BC出來的 但我們都找到 一條有趣的路 即是我們是 Courageous in programming 即是我們做不同的事情 即是我們做不同的事情 那麼就 Let's be Should I recap it in English? This is a festival Let's talk about sex So Why don't we just start watching the film? 大家不如看康誠的 一掌影片 好 請大家享受 多謝 好 剛剛就看完這一套 敢愛敢做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內容 除了剛才做了一些簡介之外 好了 今次這套電影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好看呢 因為它裡面拍攝了很多不同的Clubbing Pool Party的內容 那我自己 身為一個Clubbing的攝影師 亦都拍攝了Clubbing整個十幾年 我是非常之欣賞它裡面的拍攝效果 因為它真的好呈現到 你身處在Clubbing的每一個角色是會怎樣 有時候它的聲音 那些音樂是超級大聲 有時候人很迷惘 很累 很眼睡 的時候 它真的會聽到一些耳鳴的感覺 在這套電影裡面 它的聲音 真的可以做到那種 Party Clubbing 那種內心世界 但是這次 電影 是比較在女性的方向 不單止演員是女性 導演也是女性 所以在Party裡面 他們真的提及到很多年輕人 怎樣去玩Party的感覺 裡面很少 反而會提到那些DJ 那麼 more focus 是他們沉醉在 Party 音樂 酒精 那種感覺 以及怎樣去說一班女生 想找到他們的另一半 這個挺有趣的 因為有女生就會找到一些男生 也有女生 找到他另一半 也是同性的 電影裡面 那個女主角 很有趣的 她是比她自己的同學 和朋友 比較矮的 那麼 在裡面 非常之容易 突出了 這個女主角 自己本身 在身形和體格上的不同 除此之外 還要是其他女生 都很快已經找到她的伴侶 但是女主角 是比較慢熱地 去找到她喜歡的人 但是當她找到她喜歡的人的時候 原來又不是她想像中這樣 她未必接受到原來她喜歡的人 所做的所作所為 她又因為一時三刻 不太能夠接受到她愛一個人 原來那個人是這樣的 她很快就墮入了一個感情陷阱 然後也跟另外一個她喜歡的男生 身邊的朋友 在不自然之間發生了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的拍攝 是非常之有趣 因為她是拍攝到 好像情願 但又好像被迫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這套電影 想提及的內容 要大家去分享的指引 究竟一個性愛的關係 是應該要服從 是要被迫 還是雙方自願性 或者是一個向心 這個就是這套電影 想提及到的一個意義 在裡面 因為有很多人 她不明白自己想要些什麼 也有些人可能很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原來她是傷害了其他的人 這套電影是可以解釋到 我們人有慾望 想接受一件事 想去得到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未必是得到那件事 可能過程得不到 或是得到之後 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同時就要反思自己想要的東西 得到的過程 是否真的沒有影響到人 以及沒有影響到自己 雖然這套電影很適合大家去反思 除此之外 其實她裏面有很多內容都做得很好 例如她們在不同的Party 和不同的Clubbing裡面 她們的手上 會有不同的手帶和吸引 所以大家細心一點 就會看到電影中的角色 手帶會越來越多 而她們在那幾天內 不停地玩完睡覺 起床再喝酒 又再玩又再睡覺 又起床又再喝酒 而她們會看到她們非常沉醉於 那種Party和Clubbing之中的關係 除此之外 其實這套電影 還有另一種反應 就是女主角和她們身邊的朋友 除了偷偷地去玩 去享受這個Party之外 其實她們還在飛城 究竟考試的成績會如何 女主角兩個的朋友 都覺得自己的成績會很差 但最後 竟然是超級好成績 有一個好像還得到10A 相反 女主角是唯一一個 在三個同伴之中 她是唯一一個不合格的 所以這套電影 成就著很大的對比關係 對比關係就是 在未來的關係 在成績和聲學裡面的關係 和背負著家人 離鄉別鄭 尋求刺激 一個關係的超級大對比 所以這套電影 我都非常推介給大家看 這套電影不是一套三級電影 是一套2B級電影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 大家都可以去學習 欣賞 反思 每一個的內容 我都希望大家會買票 入場去看 因為接下來 還有場次 除了買票去MovieMovie 這次的電影 還可以在MovieMovie的頻道 所以想看的 就記得去看 今天除了 開頭的時候 有MovieMovie的代表 和我們分享之外 其實原廠 都有 港大的博士 去和我們分享 對這套電影的感受 我都拍攝了少少的片段 給大家看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同一個比年紀大很多 或者小很多 或者是法律上 不是合法年齡的人 發生 未必定是性的 可能有時候是一些親密關係 你是被污名化 我覺得 這一套電影也是挑戰了 都是對這種二人對立的 good sex versus bad sex 那種傳統的思想 可以作出一種挑戰 到最後 我覺得很重要的 可能是片味 開始帶出 我想第一次 就是 Tara和Petty 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我們未必覺得 她真的 沒有給她 即是 沒有給她 我們覺得 好像 Tara kind of go with the flow 整件事 好像是 之後再去淋回 才發現 是有些 不妥了 那 還有 因為 我想 吐氣本身 最初 Tara 即是 主角 她的目的就是 要失身 那 某程度上 可能是一個很男性 或者是一個很異性戀 男性的角度去看 就覺得整件事好像又不是 不同 未必是跟性侵 或者未必是跟強姦 一定是賴得上關係 但是 去到最後我想 是套戲的某一個轉捏點 一個轉捏點 就是 我們真的 感覺到她是 在說 合理的事情 那 在很 作為一個 我自己是 分析女性主義 以及是一個 浩而理論的學者 我其實都 之前都寫過很多關於 譬如陳果的《妓女三部曲》 我也有研究 寫過很多關於 香港浩而 以及LGBT的電影 以及文學 我是 完全是 認同 《合理論》 這件事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 所以就是 為何我們會有 《合理論論論》 一定是對的 我覺得本身因為它已經每個州 每個地方是有不同的Age of Consents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是有少少 有少少可以大家再多些討論的空間 但是除了是說你夠不夠清 你哪一個年齡才可以發生性行為 我覺得更加需要去討論 這裡是可以激發到 或者是令我們反思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不是要多些討論的空間 在發生性行為之前 是不是要多些跟你的伴侶 你是跨性別、同性、異性別 是不是要多些討論 究竟你是想怎樣去做 在什麼情況做 你的個人的選擇是什麼 而這套戲我覺得 雖然這套戲的名字是 How to have sex 但其實帶出來可能有一個隱語 或者另一個層面是 How not to have sex 因為到了最後 好像在性上 我覺得Tara 未必真的找到她自己 原先想要的pleasure 和她的滿足 我們很多時候知道 什麼叫Age of Consents 什麼叫准許 如何說對 但我們未必真的去練習 Age of Consents 未必真的去練習 什麼叫Consents 那我們究竟看Consents 什麼呢 而 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除了Consents 還有年齡之外 很多性慾 情慾 的多元化 還有這套戲 當然是由M 就是讀書比較厲害的 那個女生 其實那裡是有一個queer 有一個女童子的 有一個narrative 在裏面 有一個 即是術師空間 在裏面 但我覺得這套戲 某程度上 未必真的完全帶到這個東西出來 但我覺得 她呈現這個畫面 或者這些 這些storylines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很重要 還有去到最後 又可能帶出到 整個片 就是整個片 最後她 那個resolution 就是可能是 所以female friendship 這個東西 是給到某一些 就是 某一種結局 就是 是 on that note 是有一個比較 又不可以有完美 但是是一個結局 是 我們多謝Alvin的分享 其實很有趣 因為她剛才 有一個學術的一個具體 那我作為一個的觀眾 其實我最後的那一幕 是很感動到我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 你說出來 好像道理上或者情節上 是沒有不妥 但是你真的覺得 不是很對 就是覺得 不是很對勞 那最後大家見到 那個女主角 是做得非常之好 就是最後她那個 在機場那場戲 她開始 她的朋友都發覺她是不妥了 這樣 到最後 我覺得那個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這套戲 都拿了 在英國的獨立電影 我覺得最佳女主角 最佳配角 以及casting 就是整個個 對 那我覺得她是做得很好 那還有 好像黃博士說 剛才Alvin說 就是有時候有些東西 啊 你好像表面上沒有問題 好像沒有嗎 但其實 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忠於自己呢 那樣東西都幾 就是這個女生 是不是受了一些 壓力 令到她 做出一些決定 不是 最後自己其實不是很舒服 後來又覺得不舒服了呢 那所以 我覺得是電影 就教了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高興 和香港大學合作 那到最後就是 How to have success 我們都會在MovieMovie頻道 和戲院同步上映 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 MovieMovie的電視頻道 我們的platform 以及我們戲院 我們希望為大家帶來 更多可以激發思想 和討論的電影 多謝大家 Thank you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 就先分享著這麼多 那接下來連續幾天 我都會看完 這個MovieMovie Let's Talk About Sex 2024的所有電影 所以我每看完 都會再和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 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和很想去看這個電影節的朋友 記得快點訂票去看 就是這樣 今天分享的就是這樣 拜拜 請訂閱我們 請按讚 訂閱我們 就請我們